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网页这个就是台英外汇 我上面在云端上有一个连结 或者你Google一下台英外汇 基本上我要找的是什么 第一个它的匹别 按右键检查一下 这边会出现它的匹别 匹别这边的话 它一样是放在DIV Class名称的话就这一个 所以基本上的话 我就可以用DIV去找到它的名称 所以这个Class比较好奇 所以网页里面有Class 真的就简单 如果没有Class变成 你就要再往上一层 去再往下推 OK 所以大概原理原则差不多 你会发现大致上网页 都是在这样的规则 然后里面的Test 可是这个Test里面 好像会有一些不需要的东西 所以我们可以用Strip 把它Strip掉 所以特别注意 这边最重要就是Strip 如果说有一些是 你要取代成另外的字串的话 就是Repless 所以之前也有特别强调 大概就是这两个方法 最重要 如果这两个方法你掌握 我印象中大概都可以 很快可以把你要的资料爬下来 那再来的话 第二个就是这个 那汇率部分有分两个 一个是现金 一个是集齐 OK 那现金的话 当然就是用现金买卖 集齐的话 当然就是存在你的户头里面 应该没错 因为我自己有开户 然后像去日本玩的话 就是买齐齐的 然后到当地刷卡最便宜 刷卡我有办一个双币卡 直接刷不用扣手续费 直接就是这个汇率 而且我有每天在看那个汇率波动 所以我都到 像日本的话 我就点26多一点 已经最低了 我就给它大量买进 好像已经28多 现在多少 30是美金的 如果30的话 我赶快卖出 我就赚了 OK 对不对 真的赚 在28的话 你看算下来 如果2829 大概就1% 就是10% 10%的那个 的那个存款利率 所以在一年前 一年可以赚10%也不错 如果说出国玩的话 我也花的很 花的是还蛮愉快的 因为你在低的价钱买 反正逢低先买 你不要等到逢高 你出国都再买 那你也没办法 所以其他都一样 那还有什么 美金现在定锤很低 所以之前也是29的时候 就也是存蛮多的 所以除了利息比较高之外 还可以赚一点汇率 所以那怎么会知道 反正就看历史资料 我是大概看五年 反正再低 不会再低于那个五年线的 再低的话 那已经崩盘了 OK 所以这个 那接下来重点就这个 然后还有这个 这个的话按右键 你可以检查一下 它这个名称 class叫什么 叫做cache testright art hidden 那这边 这一个你会发现 这边这个呢 它的名称 好像也跟它是一样的 所以这两个的class名称 一模一样 这个是一个 可是这个是两个 这个的话呢 你会按右键 它就是叫做 size 这个 size 这个也会跟这个是一样的 所以这两个的名称 按右键 检查一下 它也跟它一样 所以也就是这个名称会一个 然后会对应到一个买入跟卖出 这个是买入跟卖出 所以如果我要把它print了出来的话 那刚刚讲过 第一个 我先把它的那个网址先贴上 第二的话呢 encoding是YouTube 确定是它YouTube 再来的话 就是把它给beautiful shape 做什么呢 先去爬 那爬什么呢 因为呢 我刚刚讲过 这个是它的名称 所以呢 我就把这个里面得到的名称 把它怎么样 把它检查到 把这个复制贴过去 所以会得到这一串 那这个的话呢 一样检查 那把它怎么样 把这个名称贴过去 但是这一个会对应到 另外这个也是一样的名称 所以它变成说 这个抓一个名称 这边抓两个 这个跟这个一样名称 所以呢 变成说呢 我第一个data name是抓名称 第二个data1的话 就是抓现金的 可是现金的话 买入卖出放一起 买入卖出放一起 那data2的话 也是买入卖出放一起 我先把这个结果 先把它print出来 我知道那个name 它的那个名称 那我先把名称 全部先print出来 看一下 先把名称 但是如果说我今天 希望排版 比如说排版 希望把data1 所以这个地方 输出这个 这边名称ok 但是data1它是一个对两个 data2也要一个对两个 所以这就麻烦了 那怎么样刚好一个对两个 后来我就想了一招 所以有些同学可能 不太能理解 我这边下面还有一个 就是我在云端上面 有放一个 就是一个对两个的方法 那这个方法的话 可能就是 刚好这个一个 然后这要两个 所以这00 这个 这边是 这个是美金是0 这个买入是0 01 这01 下一个的话港币是1的话 这个就变23 4567 所以我要怎么样刚好 可以匹配 就是它输出一个 名称可以输出两个 现金跟集齐的话 那这边的话 我又已经写好了 所以我这边的话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就先把这个最后写出来的 名称一样strip 加一个tap 那后面的话 我就什么 用data1 用n去乘 那n的话呢 预设是0 所以0乘上2还是0 那后面这个的话 就是0乘上2 0可是加1 所以变01 那当它是1的话 这边的话就是2 然后这边的话 就是1乘上2 加1 变23 一时再一推 所以用这个方式的话 我把最后的结果 把它print出来 所以这一段 把它贴到这里 把它盖过去 我大概就加一下 把它print 再tap一下 ok 这样的话呢 这边应该叫n 不是叫i 把它改一下 这样的话把它输出 所以最后的结果 我们可以看到 有没有 这个是马上从网络上看到 一个美金 有没有 然后后面就对应买入的 那这个是 现金买入 现金卖出 这两个是一起的 这两个一起 就把结果给输出 请各位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 这个是有关台英外汇的 资料截取 那这一题可能相对的 觉得难度并不高 主要因为它刚好有class 所以直接就是可以把它用 抓到它的资料 但是比较难的就是说 它后面的名称 刚好就一对二的关系 一对二的关系 所以为了要解决一对二的关系 那我这边有写了一个 那个方法 那当然未来 如果你在这个方法 你那也可以自己去改一下 想一想 有没有别的更简单的方法 如果没有的话 要不然就是还有个方法 要不然你就把这些 先写到资料库 再输出一样可以吧 因为资料库反正就是 总共有五个栏位 你五个栏位写进去 再把它分别 把它读出来 结果其实也会是一样的 OK